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我们的专题是希伯来书 我们研读希伯来书 在上两讲的时间里头 我们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谈论希伯来书的背景知识 上次节目临结束之前 我们已经开始查考希伯来书的正文了 正如我在这个专题的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 我们是以分析的形式来查考希伯来书的 在我们把这些真理应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之前 我们先要找出经文的真正的意思来 因此我们有时候会花多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些词 或者一些句子的概念 另外我们在查考希伯来书的时候 要把旧约作为一个背景 因为希伯来书最初的对象啊 是写给犹太人的 他们是十分了解旧约圣经的 其实他们当中有许多的人 可以熟记旧约全部的律法 因为那是他们的教育的基础 那上次我们开始了第一章头几节的经文了 这一章的主题是耶稣基督的至尊性 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圣经说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欲列祖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欲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成寿万有的 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突出万有 他洗尽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他所承受的名 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 就远超过天使 末世这个词是指 当基督降世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在主耶稣降世之前 神对人说话是借着许多不同的方法了 在不同的时代 借先知向人说话 但是现在 神是借着他的儿子向人说话了 神向人说的最后的话 就是由他的儿子说出来的 耶稣就是神最后的话 如果我们不听耶稣 就再也没有别的可听了 耶稣并不是在童女玛利亚 生他的时候才成为神的儿子的 相反 耶稣是作为永生神的儿子赐给了人 跟着 经文就用七个句子来描述了耶稣 我们在上一讲看了五句 那第一 耶稣是承受万有的 我们一切的产业也在他里面 第二 世界是借着他创造的 第三 耶稣是神荣耀的光辉 第四 他是神本体的真相 第五 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好 这是上一讲我们讲过的五句话 现在我们看看最后两个描述 第一章的第三节 圣经说道 他洗尽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制大者的右边 这两句话讲到基督的救赎工作 耶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洗尽了我们的罪 约翰一书的第二章 第二节经文说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 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耶稣借着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一次性的对付了全宇宙的罪的问题 当神开始了他的计划之后 人凭着信 罪就永远的消失了 甚至连罪物也没有了 得到完全的洁净赦免 第三节最后的一句话说 就坐在高天制大者的右边 希伯来书的主题之一 那就是当耶稣献上自己为祭之后 他就坐下来了 希伯来书特别强调这个真理啊 以后在第十章 我们会看见耶稣的坐下和立位人的祭司 永远不能坐下 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了 他们必须要站着 不断的重复献上祭物 但依然不能除掉人的罪 为什么立位的祭司要站着呢 因为他们的工作从来就没有做完 为什么耶稣可以坐下呢 因为他一次献上自己为祭 从此不再需要再献祭生了 我们要留意前五句啊 是讲到耶稣永恒的神性 而后面这两句是形容 他的献祭救赎的工作 这里有一个比喻 是形容父子圣灵之间的关系的 这是以太阳作为比喻的 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三位一体的神的本性 我们可以说 太阳就好比圣父 从来没有人真正看见过太阳的实体 它是什么构成的呢 这个人是一个谜啊 可是那能见的光辉就是圣子耶稣 而把光传到我们眼中的光线就是圣灵 如果没有光线就没有启示 那虽然圣灵往往不显耀 但是他却是三为一体的神中的一位啊 因为他把神介绍给我们认识 所以在这个太阳的比喻当中啊 圣父就好比太阳的本质 耶稣好比是光 而圣灵则是把光传到我们眼中的那颗光线 好现在我们再从另外一段经文当中 来看一下其中类似的地方 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 那这是关键 这里说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这节经文之后 那就是一连串讲到耶稣基督的话了 我们就把这些话 跟希伯来书的第一章 谈到有关耶稣的神性的话 做一个对比 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十五节 上半段说到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那像这个字 就指我们眼睛能看见的东西了 耶稣是父神可见的像 为什么神禁止人替他造像呢 那是因为神有他的本相 我们人是无法去改善神的形象的 耶稣就是神的像 我们不需要别的代替品了 所以保罗说 耶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第二句 是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五节的下半段 经文说 是守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乙仙 这也是我们的头脑很难明白的了 耶稣并不像宇宙的众生 他不是神造的 他乃是三位一体当中的其中一位 这种父子关系是永恒的 那至于万有 这是从他而造的 所以第二句话说 他是守生的 在一切被造的乙仙 好 第三句是哥罗西书的第一章 第十六节 经文说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 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为的 主治的 执政的 掌权的 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 又是为他造的 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又是借着他造的 这就包括那些能见的 不能见的 有为的 主治的 执政的 掌权的 一切都是透过耶稣而造的 那跟着就是十七节了 经文就说 他在万有之先 那耶稣是永恒存在的 他是自由拥有的 无始无终的 那下面接着说了 万有也靠他而立 这些形容和希伯来书 所讲的十分相似了 好 我们再重复一次 哥罗西书的第一章 所讲的有关耶稣的五句话 第一 耶稣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第二 他是守生的 在一切被造的已先 第三 万有都靠他 借他而造 第四 他在万有之先 永恒存在 第五 万有靠他而立 在这五句话之后 同样有一个停顿 因为这五句是关于 他永恒的本性 而跟着两句 是关于他的救赎的 那紧接着十八节 圣经说了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 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耶稣是教会的元首 教会则是耶稣的身体 耶稣两次作为首生 一是万有之先 二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 头生出来了 身子一定会跟着后面生出来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复活的保证了 好 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了 从第四节开始 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比较 这是全书七个比较当中的 头一个 是耶稣和天使的比较 作者指出啊 耶稣是绝对的 独一的 至高的 他和天使 不同在一个水平上的 不属同一个类别的 第四节 是紧接着描写耶稣的 七句话之后的 最后的一句 是讲到耶稣坐在 高天制达者的右边 然后第四节就说了 他所承受的名 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 就远超过天使 那如果我们想知道 耶稣超过天使多少 我们就必须首先要知道 他的名是多么的高超 在菲律比书的第二章 九到十一节 经文说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补屈膝 无补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耶稣的名超过其他别的名 他的名是至尊的 一切被造的都要在他面前屈膝 口称他为主 在看过耶稣的名字的优越性之后 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的第一章来 那这里告诉我们 他是怎么样的高过其他的 第四节经文说 他所承受的名 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 就远超过天使 这里说 耶稣承受了一个最尊贵的名 是远超过天使的 而菲利比书说 神给耶稣一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神的确是高举了耶稣 而耶稣得高举也是配得的 或者说 他有这样的权利去承受神的高举 因为他满足了神一切的条件 耶稣把自己降到最卑贱的地步 因此神就把他升为至高了 因此 菲利比书和希伯来书 都同时向我们指出 父神并不是一时性质 而将这个至尊的名 加给耶稣的 这原来是耶稣的行为 所应得的报酬啊 因为他比别人 都更加谦卑自己 所以神就将他高举 使他超乎万有之上 耶稣得着他的产业 是因为他降卑了自己 满足了神的条件 所以我们要得着我们的产业 也应该像耶稣那样的 首先满足神的条件 好 我们跟着来看一段经文当中了 作者就引用了七节旧约的经文 来向我们展示耶稣的独特性和至尊性 我们知道这些话是对那些 以旧约为权威的人说的 当时新约有些书卷还没有写出来 那因此作者就回到旧约圣经当中选了七处的经文 每一处的经文 结尾处啊 都指出经文所指的 就是耶稣 说明他的尊荣是高过一切的 包括了天使 那这样的引述也帮助我们明白 作为新约的信徒 应该怎么样看旧约 好 我们就来看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 第五节了 这里引用了旧约的两节经文说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又指着哪一个说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儿子 好了 这两节经文都是来自诗篇的第二篇的 诗篇第二篇 第七节那说 受告者说 我要传圣旨 耶和华曾被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呢 神从来没有对天使说过这样的话呀 因此 耶稣和天使根本是截然不同的 不可比拟的 我们称诗篇第二篇为弥赛亚诗篇 因为那里的主题就是弥赛亚 那跟着我们回头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 第五节的下半段了 经文说 又指着哪一个说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儿子 那这句话跟前一句话的重点都是讲负与子的关系的 这句话出自撒末尔记下的第七章第十四节 这是神借着拿单先知向大卫王所传讲的一番话呀 可以说是一篇预言性的信息了 撒末尔记下第七章十二到十四节 经文是这样说的 这些预言一部分已经应验在所罗门身上了 但并不完全呢 所罗门的确为神的名建造了殿宇 但是神应许 我必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这句话并没有应验在所罗门身上啊 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 就是以某人作为耶稣的预表 但并不完全 很多时候我们从旧约里头得到某一个真理啊 但并没有完全实现 只等到耶稣来了 他才应验了旧约的一切的预言 这是旧约惯用的预言真理的方式 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五节告诉我们 神从来没有对天使说 我要做你的父 你要做我的子 那由此可见 耶稣的至高性是天使远远比不上的 好 跟着我们看第六节了 经文说 再者 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 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这不是指耶稣头一次到世上来的情形啊 而是指耶稣第二次再来 一切受造之物到那个时候 都要敬拜他 神必然将耶稣带回到世上来 这就是末世的时候 所有的天使都要奉命要敬拜耶稣 由此可以证明 耶稣就是比天使更高 因为天使要拜他 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七节 经文说了 论到使者又说 神以凡为使者 以火焰为仆役 那这是引致诗篇的一百零四篇第四节的一段经文的 在那里说到 以风为使者 以火焰为仆役 在这篇诗当中啊 天使被称为仆役 这又证明了 天使和耶稣基督不在一个水平上 那跟着我们来到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 是讲到子的 希伯来书的第一章 第八到第九节经文说 论到子却说 神啊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你喜爱公义 恨恶罪恶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乐由告你 胜过告你的同伴 这是父神论到他儿子的话 当父神论到他儿子的时候 他也称子为神了 他说神啊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这里很明显是有两个人物 但两个同时都称为神 这是三为一体的奥秘拉 那被告的王称为神 而那告他为王的也是神 那位为王的要来以公义 来通管天下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最后的两处 关于耶稣神性的经文了 来完成这一章的经文 希伯来书的第一章 第十到十二节 经文是这样记述的 又说 主啊 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天也都要灭没 你却要长存 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 你要将天地卷起来 像一件外衣 天地就都改变了 唯有你永不改变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这一段经文出自诗篇的 第一百零二篇 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在那里是这么说的 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天地都要灭没 你却要长存 天地都要如外衣 渐渐旧了 你要将天地如礼仪更换 天地就改变了 唯有你永不改变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在诗篇一百零二篇开始的时候 作者在极深的困苦和忧伤当中 他侍奉很不如意 他在神的面前哀求 情心吐意 一到二节 圣经说 耶和华 求你听我的祷告 容我呼求达到你面前 我在极难的日子 求你向我侧耳 不要向我掩面 我呼求的日子 求你快快应允我 然而 当他转向神的时候 他的语调就改变了 他开始抬头用信心仰望神的时候 在第十二到十三节 经文就这么说了 唯有你耶和华 必存到永远 你可纪念的名 也存到万代 你必起来连续西安 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 日期已经到了 啊 神要借着弥赛亚 介入历史当中 弥赛亚会为西安而来 这里所讲的日期 已经来到的日期 是什么呢 是神拆他的儿子 来到世界上的时间 在诗篇一百零二篇十六节 说到 因为耶和华建造了西安 在他荣耀里显现 这里讲到弥赛亚建造西安 并在他荣耀里显现 这不是指父神 乃是指圣子 到诗篇的结束 那就是我们刚才念过的 西伯来书的第一章 所引用的那段经文了 这些话不是指父神说的 那是指那将要来的耶稣基督说的 那跟着我们来看 西伯来书的第一章 第十三节了 这是引用旧约经文的第七处 经文说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 坐你的脚凳 这是引诗篇的一百一十篇 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 经文是这么说的 耶和华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的仇敌 坐你的脚凳 这里也是两个不同的人在对话呀 而他们都是神 耶和华对我主说 神只高举耶稣基督在父神的右边 他从来不会对天使这么说的 那由此可见 耶稣是高于天使的 而只有耶稣能够胜过他的仇敌 耶稣自己也曾经对这句话做过解释的 那内容是记载在马太福音 当时有法利塞人对耶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 这个宣告发出了疑问 耶稣就做了这样的回答 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六节 经文这样说的 法利塞人聚集的时候 耶稣向他们说 论到基督 你们的意见如何 他是谁的子孙呢 他们回答说 是大卫的子孙 耶稣说 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 怎么还称他为主 说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 大卫既称他为主 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 从那日以后 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每一个人都会同意的 这是一幅描写弥赛亚的图画 可是法利塞人却不明白 既然他是大卫的子孙 为什么大卫又称他为主呢 这怎么可能呢 耶稣并没有说 他不是大卫的子孙呢 但是他却说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儿子呢 竟然连他的父 也要称他为主呢 虽然在对话当中 好像没有特别的答案 但其实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这位儿子具有神性啊 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最后一节 也就是十四节 十四节说 天使岂不都是福役的灵 奉差遣 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天使的角色是什么呢 他只是仆人而已 但弥赛亚却是神的儿子 天使被差遣 不但要服侍神和耶稣 他们也要服侍一切相信耶稣的人 好 我这是盼望 当我们看了希伯来书第一章之后 会明白所启示的真理 这需要我们去细心的发掘 去转言 才能明白的 其实这么多的旧约经文呢 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他们都是要证明 耶稣基督不单是一个人 更是神的儿子 所以有他神性的一面 而这正是救恩信息的中心 因为如果我们拒绝承认耶稣是神 道成肉身的事实 这样我们就没有救主 我们就仍然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了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一讲 我们从第二章开始了 希望你倒是按时的收听 并且听过之后 那个仔细的默想 我们所学习过的经文 让我们共同在神的话语当中 被造就被建立起来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下转钟 我们一下怎么会 再见 我们下转钟 我们下转 ar 海北